謝謝佛光山園林講堂 能夠提供這麼好的一個氣場的地方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週末 波瑩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講座 那剛剛這個 這個泰山劉總幹事他也談到了這個 我出的書還有談到這個 額外我研究的部分 陳香 陳香是一種拜拜 我們一般只知道用來拜拜 其實他是一個在三教裡面 如釋到各種用到的一種 提升靈性的一種記載 因為我學導引 學導引單道 學氣功 氣功其實是哲學 在這裡今天大家知道 什麼什麼是不是氣功 那個都不是 那個都是片段的東西 就好像說 就好像說我們講這個 什麼是佛學 你說拜拜算不算佛學 念經算不算佛學 他只能算他的一小部分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我們練佛 是不是佛學 或者是我們慈悲算不算佛學 吃素算不算佛學 那個 這其實都只能說 它只是一個片段的佛學的一小部分 那氣功其實它包括了生理學 也就是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還包括心理的健康 還包括我們的哲學 也就是大腦的想法 價值觀 還有包括我們的信仰 信仰也是氣功的一部分 再來就是大自然的邏輯 也就是春夏秋冬 我們該怎麼樣 在這個世紀裡面 我們該怎麼樣 生活在這個世紀的氣候 世紀的食物等等的一種 應食的當季的食物的一種生活方式 信仰是中國的一個東西 中國文化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我是兩岸研究這個最深的一個人 因為我始終覺得一個人的完整 他絕對不是身體的 或者是大腦的價值的 或者是只有慈悲心 他一定是一個很完整的 要有智慧 要慈悲心感恩心 然後要有很正確的身體動作 跟身體做法 這樣的一個完整 還要很很好的 與大自然共處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修為 我這種種的全部合起來 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生命體 那氣功學就是在詮釋這個完整生命體的過程 那一個部分一個部分 帶你去建構那個正確的 跟身心靈協調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作業系統 這樣的一個方法 這叫做氣功學 這樣大家明白嗎 那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樣直接進入主題 所以一個人要健康 他一定要身體 心理 跟大腦 三個部分 精神三個部分 精神其實就是信仰 人一定要有信仰 有些人信仰說 信仰難道是一定信仰宗教嗎 其實也未必 信仰它包括了很多 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對價值觀的一種奉守 那宗教是不是一種信仰 當然是 當然是 那一個信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在大腦裡面 因為從信仰中 你會產生智慧 去追求一種智慧 什麼叫做智慧 什麼叫做聰明 聰明基本上就是 你會為了達到某種目的 而去執行的一種 最有效的方法 的哪裡 的創意 的這樣過程 這叫做聰明 那信仰是 智慧是什麼 智慧就是 雖然你得失 你大概 得失並不是重點 得失是聰明 聰明就是一定要獲得 一定要得 它不失 那智慧是什麼 智慧它會超越這個東西 它可能它得失不重要 重要是喜悦 重要是快樂 重要是完整 重要是眾生的完整 智慧它追求的 它比聰明更高一個層次 所以說一般信仰 最重要是在追求一個更高 一個人更高的智慧 那這個心靈呢 所謂身心靈 靈 那心呢 心就是一種正向的思維 正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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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開 其實這都是屬於 新的一種修為 那新的修為 聽起來其實很抽象 它 假如我們這麼說 你大概就會很清楚 它就是你的內分泌 就是你的內分泌的變化 內分泌的變化 內分泌的變化 會影響我們一個人的情緒 所以說你的內分泌要穩定 一定智慧神經 要很協調 也就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什麼叫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就是我們要戰鬥 要跑步 要保護自己的時候 要逃跑 這樣的一個身體的作用 這個叫做交感神經 那副交感神經就是 要休息 要修復 然後要放鬆 這個都是副交感神經 這兩個神經互相的協調 就叫做 這兩個神經合起來 就叫做治律神經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內分泌的變化 那這個治律神經 又跟外界的眼耳鼻舌身 進來的東西 進來的 進來的訊息 有關 所以說 我們的內分泌是受外界環境 眼耳鼻舌身衣 進來的訊息 產生我們治律神經的變化 導致我們內分泌的變化 導致我們有不同的心情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心情我們稱為心 心 那這個心的修為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我們的大家像這樣來聚會 透過一個核心價值的認同跟追求 那互相勉勵 大家有向上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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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退轉法輪 一種 向上精進的這樣的一個心 其實就是 一個非常正向的心 這種心會帶著你內分泌啊 讓你很正常 內分泌一正常 你就會喜悦 喜悦就會健康 而且生命就會有比較好的 正向的思維 所以說它影響非常的大的 那當然也影響你的身體的狀況 的發展 那 身體 所謂身 心靈 那身體是什麼 身體就是 我們要有正確的坐姿 我們要有正確的走路的方式 我們要有正確的手的運作方式 要有正確的腿的運作方式 要有正確的彎腰方式 要有正確的對待身體的 做行柱坐卧的方式 這些方式 那該怎麼樣 讓一個結構體 讓一個肌肉跟骨骼 能夠產生一種協調的作用 來達到我們人的行為的目的 行為的功能 那這個研究 這種學習 這種努力 就叫做身體的養固 所以在這身心靈三個方面 我們一定要同時兼具的 一定要同時兼具 那我們說 假如說 把這個範圍我們縮小 我們縮小到一個人的這個 生理性 身體性的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不談心 不談靈 好不好 因為談智慧 談這些東西的話 那牽扯到的範圍 又會很廣 不是兩個小時 兩百個小時 要去談的東西 那身體基本上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一個人 一定從生到死 他所面臨的就是這個老智 這個老化 所謂老化就是 注意 人會老化 不會退化 人會老化 不會退化 東西會老 不會退化 因為所有東西都會老 就是舊掉 慢慢舊了 他有他的期限 那他不會退的 他不會退 所以說退化 退化這個語言其實是有帶 有帶便捷的東西 所以說假如有人說你膝蓋退化 千萬你不要讓他退化 你再努力他就進化了 對不對 有退化就有進化 所以說 但是人一定會老 一定會老 但是怎麼樣面對這個老 我們怎麼樣面對這個老 是很重要的 所以未來台灣 那現在我們大概可能每一個人都 都不曉得 現在台灣目前 2016年 今年開始 台灣現在目前有65歲以上的人口 65歲以上的人口 有281萬人 281萬 這281萬人 其中有60萬人是沒有辦法自理的 也就是必須進入長照的 一定要有人去在旁邊照顧他的 這個這個數字 今年是最輕的 他每一天都不斷的在快速增加 每一天都不斷快速增加 到10年後 10年後 2026年就好了 台灣會有將近900萬的 55歲以上的人 人口 也就是你在900萬 也就是台灣將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通通都是老人 都是剛退休或者即將退休 以上的這樣的人 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街頭面貌 非常可怕 那最可怕的是 有多少人會進入長照 也就是他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己 他坐輪椅 他上廁所沒有辦法 一定要有人攀扶 你看這個社會 現在又少子化 大家想一想 再過10年 不是10年後你才會看到這個景象 是說從今天開始 從2016年開始 你每一天都會感覺到這個景象 一直在你的生活面上面 不斷的出現 在過去 整個台灣歷史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台灣在50年前 平均壽命是34歲 平均壽命是34歲 50年前的台灣 平均壽命34歲 所以說 今天 以後的台灣的面貌 它會是這個問題 這不是一個政府 可以解決的問題 它一定是我們必須要 進入這個老人社會的我們 我們都會加入這個社團 全國最大的社團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自救 知道嗎 我們要自救 當我們現在很健康站在這裡 你不覺得健康是多麼樣的 是一件多麼樣的可貴的事情 但是當我們開始健康受到威脅的時候 當醫生告訴你說你的心臟有雜音喔 可能要開刀喔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從那一句話開始 你的生活就開始掉入了夢魘性的生活了 這醫生告訴你說 你 你儀式好像 裡面有壞東西喔 我告訴你 你今天晚上就睡不著了 所以說 所有的無常 不一定要你真正不能走路的時候 它才開始 其實所有的無常 所有的恐懼 會在老人社會 一個高機會率的時代裡面 進入一個這樣的恐懼的生命階段 所以我們除了自救以外 我們除了自己解決以外 我們沒有辦法 依賴任何一個政府 或是依賴任何一個 一位醫生 因為健康一定是靠自己 生病當然是在靠醫生 在靠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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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醫生